你會垂降是真的 那個繩頭啊 都要從那個頂樓啊 然後拉著繩垂降 然後從哪一個窗戶 啪的進去這樣子 因為在以前 早年的保全 保全系統啊 他們的防範啊 它其實他們的疏漏的地方 非常的多 尤其是樓越高啊 是 那個防範就 就是 它的設備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你如果 你比如講嘛 比如說20層樓高 你到他 到他樓上 到他陽台頂上的時候 你用垂降的方式 從外牆進去 從他的門 就是他的窗戶啊 進去的話 那幾乎保全都不會觸動到 是 那個是 保全系統啊 我曾經兩次啊 一次 兩次是事情大了 就是來圍捕我 是 圍捕我的時候 有一次是 我是住在11樓跟12樓 我就是從外牆跳 我跳樓跑掉的 可能傳說是這樣子來的 是 他們都在樓上 圍捕我嘛 我第一次從11樓啊 那個真的是好事 從11樓跳下來 這種事情我看過 大概只有 陳隆跟史太隆做得到 陳隆應該是學我 因為我比他早嘛 是 從11樓 跳到10樓的冷氣架頂上 再跳到9樓 那如果 他這邊沒有裝 他有的沒有裝啊 沒有裝你怎麼辦呢 你就要用橫的走到他隔 就是攀了他的那個 那個陽台啊 攀到他那個那邊去 然後再去 再去往8樓去跳 我總共大概跳了5層樓啊 跳了5樓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都有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逃生索 Cable線啊 OK Cable線有有有 有沒有有線電視台的時候 那個時候都很 黑色的Cable線 在牆上很多線嘛 我把那個線抓起來之後 然後就直接到地上去 好 就跑掉了 好 那 那最刺激的意思是12樓 那12樓啊 世行大的全部已經在撞牆了 是 要撞門了 他們打電話給我在裡面 跟他們還互相講電話 他們想說 這一下往中坐邊一定抓到了 對不對 我想說他們一定也抓到我了 我就跟我女朋友講 我說你去把門開了 不要在那邊乒乒乓乓的 對不對 器械投降 他說你一定想得出辦法 我就想說 有那個落地窗 那個窗簾 窗簾 我就把那個窗簾卸下來 兩個綁在一起 可是那個長度不夠啊 也沒有地方綁 那就 那當年我那女朋友 就拉的那個 拉的那個窗簾 然後我就從12樓 就外牆 我就垂到11樓 那個陽台的窗戶 還正好沒有關 我就進去了 那後面就很好玩了 女孩子的膽子 真的比男生要大太多了 有一對 就是一對男女正好睡在床上 因為警察來動火的時候都是早上 清早的時候 兩個拖得光光的在睡覺 我一進去 那個男的尖叫你知道嗎 一下叫起來 然後我就過去 我說你不要叫不要 我說老定 我說我要老定 兩個就一直看著我 然後那個女孩子 就一直笑你知道嗎 她沒有笑出聲 就是一個很好奇 枕頭是男孩子抱著 女孩子沒有 女孩子就兩個手這樣子 我記得好清楚 我說警察來抓 我說警察來抓賭 我說他們兩個就很配合我 然後我還聽得到上面乒乒乓的 我就開了他的門 我就一樓一樓 我就走那個安全梯 我就跑掉了 我也是跑到 應該在三樓的時候 我沒有直接下到樓上 警察一定會在樓下 他們樓下的防範反而很鬆 因為他跟我對上話了 他想說我就是在樓上 對不對 那個過程 我兩次 你知道那個從 你在做 就是在逃命的這個過程 其實你一點想法都沒有 你也不會怕什麼都沒有 你就是想著說 趕快閃 那個時候我女朋友要拉我 因為我下去 我是倒得下去的 我等於是頭 頭要朝下面 我才可以去開那個窗戶 我女朋友說 我不知道拉不拉得住 我說你不要煩惱這個 我說你不要想這個 你拉不住了 我們就下去就好了 就掉下去就好了 你知道我兩次跑掉 我回就是走到馬路上的時候 我回頭再看的時候 我全身都濕掉了 那個冷汗你停不住的你知道嗎 我看資料其實黑哥你家裡 從小算家境殷屎啊 都還可以 家裡環境不錯啊 要什麼東西跟老爹要就好了 為什麼要搞到這麼的 一連串的事情 那是樂趣啊 真的啊 就是 我常常跟人家講 因為我們犯罪總要有一個理由 對啊 那我們這種 竊盜啊或是什麼的 他的理由 有的時候古代的話 講法就是要積涵起到心啊 或是什麼啊 不得已了 我都沒有這些理由 我一點藉口都沒有 我就是覺得好玩這樣子 就真的是好玩 我從頭到尾 我一直都在玩 就是玩的心 遊戲人間 但是你的活躍期長達大概三年的時間 其實 1988到1991 對 可是這個中間裡面 我有八個月的時間 是因為泛珍的畫 就是那個大陸那個畫家 泛珍的畫到台灣來展覽 因為我很喜歡 所以我就把它通通拿走了 拿到我自己家裡面掛了 為什麼可以講得這麼輕描淡寫 結果我把它通通拿走了 因為這些事情都是輕描淡寫 對我們來講 它一點難度都沒有 OK 現在不一樣 一點難度都沒有 一點難度都沒有 怎麼叫一點難度都沒有 因為它裝保全嘛 我為什麼 在我犯的這些案子裡面 通通都是有保全的 因為有保全 是我們最容易觀察的 我想要錢 但是我不想去傷害到人家 你今天如果是要變成強盜 或是要變成什麼的話 它一定 你要控制現場 是 那這些有些變數會很多 都發生過太多這種變數了 對不對 很多 很多 出了什麼人命啊 都是這樣子 現場無法控制 只好把對方給弄掉 可是你今天有保全系統的話 我們看著你設定 看著你離開 全程都在我們的眼皮底下 才掌控的 那這個事情是不是 我們就避重糾輕了 是 你那時候還有 跑到張大謙的那個 那個磨葉金社過 那是更早 那是更早 那是民國 民國70年的時候 我這個朋友 因為他不會開車 那他跟家裡面鬧了一點意見 結果他 他要偷東西 是 就是 他的偷法是什麼呢 他就是 我們在江湖上講的話 這種 他這種犯罪叫做跑黑頭 跑黑頭 什麼叫跑黑頭呢 就是 你 住家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 他潛入 那很危險 他那個膽子是相當的大 那很危險 就是要相當大 而且要很輕 跑黑頭這麼危險 所以說那個 他的危險就是 比如說你在沉睡中的時候 是 你突然被驚醒 你的本能的反應 一定很大 是 那就會失控 他就住在我家裡面 住在我家裡面 就有一天他跟我講 他說 他出去找錢 可是 要人會開車嘛 我說好啦 我說我就帶著你吧 因為我什麼 我什麼都敢幹的吧 那麼開車不是更簡單嗎 對不對 對的也等於 連把風都不用了 對不對 他 就是他每天出去 每天都有錢 都有收入 都有收入 就那天 就是 怎麼晃 晃到天都快亮了 他都沒有靈感 那我就 我 外方溪那邊 我就說好啦 乾脆回去好了 就後來又看到了 看到 張大謙的抹夜金色 就是抹夜金色 是 他說 他說進去看一下 我說好 我們車就停在他門口的 就停在他旁邊的人 你看以前 根本沒有去想那些 有的沒有的 是 結果 他就爆了一台 陸方引機出來 哦 因為70年陸方引機 很貴 很貴 很貴很貴 爆出來了 我說 我說怎麼就一個機械 他的屋子好大 怪怪的 他 我第一次聽他講話說 他有點寒寒的 哦 我說那這樣子 再進去看一下嘛 我說你再進去看一下好了 就後來他就爆了一捆東西出來 結果回到家裡面 一打開來 張大謙的畫 張大謙的畫 另外還有兩張 兩張明朝的古畫 哦 OK 我一看到張大謙的 我那時候想說 我們趕快再回去好了 要還回去 我都想我回去看一下 來不及啦 天都亮了嘛 是 結果 當天 當天我就帶了一張畫 到高雄去 是 找了一個 一個畫廊 畫廊的老闆 他打開來 打來一看 然後他就把那個敦煌石窟的那個 張大謙的那個畫冊 拿出來對照 反正很好玩 那個老闆 留個大鬍子 我還記得 你看隔了好多年 那麼多年 會不會那個人就張大謙本人 怎樣 他問我一句話 你那個人 對著來 我說 我說我家裡面我朋友啊 家裡面留下來的 他說 我50萬給你買好 他50萬給我買 事實上不為過啦 因為你在40年前 張大謙他們這個畫的行情 從幾萬到幾十萬 還沒有什麼那個幾百萬 那個 都還沒有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因為他是他名氣很大嘛 對不對 他50萬 他說我現在沒有那麼多錢 他說你明天早上來拿錢 明天早上 你把畫帶過來再拿錢 我說好 我就走了 就那天新聞都出來了 我就不敢去了 後來這個東西就 就留下來了 沒有多久我又出事嘛 又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說這個很多裡面呢 有一些 冥冥之中他都會有一個 自有變數 自有變數 我解釋不來了 我解釋不來了